那我就开始了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组 然后我们的主题是共享一个能源平等的社会 台湾未来的解放 那我们的主题是紧扣着SDGs的第七项 还有第十七项 那第七项是可负担的捷径能源 然后十七项是伙伴参与 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探讨这个问题呢 首先就是在台湾推动电价合理化的过程中 有些族群是可能会被移动的 包括说中低收入库的家庭 还有族群长者 他们可能变点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能源的支出 在他们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很大 像工人院跟家库中间 做过的调查是超过百分之十八 那另外就是一部分他们的能源支出会那么大 也就是来源就是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太换老族的电器 没有办法太换节能的电器 那另外一个族群像是租屋族 可能是无科青年 或是不见得限于青年 因为现在租屋的族群其实很大 那在租屋市场呢 常常有人会被房东超收电费 可能一度五六七块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是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减省房租 所以住在顶家或是地下室 那在这样子比较极端的居住环境 你会为了想要有舒适的温室度 所以可能开冷气或是开舒适机 那当这些家电也不是节能的家电的时候 你的电费支出其实也是很高 并没有降低你的生存成本 所以这是我们想到的问题 那还有另外一个综合问题交给尹萱 好那综合问题的部分就是我们提出第一个是 我们觉得在里岛跟山区的那些电网基础设施比较不足 所以就是会有能源贫穷租缺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就是我们觉得社会大众意识的意识部分有缺乏 也有待加强 然后还有第三个是参与门坎高的部分 就是觉得这方面的禁令相关这个议题 就是对于大众来说 不是活动也不是很普及 就是还是需要透过一些特定的管道才可以接触到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然后关于问题解放的话 首先我先提到就是我们会设定一个能源贫穷的基准 就是以水电燃气费用超过可支配的收入一定比例 因为像现在世界上的话 只有西方世界上以英国为例 他们是以10%作为基酸 但台湾现行还没有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制定一个比例 然后关于第二点的话 入法保障人民能源的基本权利 那现在保障我们人民 就是四大要素 它其中有一个生存权 所以政府是 国家是有权利要保障我们的 最低的基本生存的权利 然后接下来换了第三点是 第三点我们就像现在 就像第三点我们要落实专款专用的认识 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实在租屋上面 安全性的幅度其实有幅度一万块 但只能不做在安全性上的部分 没有办法落实在我们用电工程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落实一个关于用电 或者甚至到永续方面的中款中用 而且这个中款中用 因为依据每个地区不同的能源贫穷 所以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太坏 或者说他们只是单纯经济上的不足 或者是他们偏远地区电网设置没有这么完备 他们也可以透过社会参与 然后去讨论自己的地区 需要用中款中用的方式去实施怎样的辅助 然后届时降低社会参与公共 然后参与永续的门槛这样 然后第四点 我们第四点是用能源设备规划 然后完善绿建筑 这讲的意思就是希望在新建的建筑物里面 然后希望可以加入一些能源管理的设备 然后去完善原本绿建筑就是没有的部分 然后就是希望是让它在能源设备管理是可以加入一些新能源 然后一些绿色能源方面 让整个建筑物的就是能源规划上面 它是一个比较有完整性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规范 然后这边是属于比较是新建建筑的部分 然后再 我补充一下那个第三点跟第四点 其实在专款专用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有考虑到说 现在用电大户的电 它其实是比一般家户用电还在便宜 可是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讲 就是说在这1000户 它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的这个超过它可支被守得18% 其实他们通常这样的家户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不只是用电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当未来我们在考虑这个能源争议的时候 这些用电大户他们缴的费有一部分是放到这专款专用来协助这些可能是 可能就是在社服它其实需要更多协助然后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标题是能源平等的部分 来协助能源贫穷 所以我先补充的是第三点 那至于第四点的话就是说 因为补助绿建筑其实是未来要新建的建筑物才叫绿建筑 但是我们现在既有的老旧建物不管是办公大楼教学大楼等等 其实它现在只能改善的是能源设备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措施能够来够协助这个完善目前的能源设备 然后让它做更节能审判 这个是我们这一组的补充做的基线 然后再来是第五点的部分 第五点是绿建筑容金奖励提高 对于目前的未老建筑来讲 如果说我们要反省这些未老建筑的话 其实是有提供2-10%的中基因奖励给这些未老建筑专心 那我们希望说能不能 因为未来有鼓励就是可能建筑的能源的效率可以更提高 然后从根本去改善就是能源不提的问题 所以会希望说这个奖励可以再提高 甚至就会变成说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是绿建筑可以变成一个地带的条件 我们就只是降低这样 那接下来说明第六点 那第六点我们写的是提高公民参与的意识 还有降低参与本坛 那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永续的脉络太大了 但是要改善的是全体公民的生活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就是可见的方式 比如说就是可能是纪录片 或者是一个比较通俗的白体书 可能也是漫画的形式之类的 那在这些方面就可以很视觉化 然后架构化 然后有一个模组式的转移过程 然后可以就是让所有的民众 有在他们生存的地区 还有他们生存的方式之下 可以进入这个模组化的过程 然后去转移出他们可以转变的生活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有参考一些国外的案例 那就是根据就是最近的就是选举投票那个 那张票真的漂亮吗 就是它重新解释了大家投票的过程 然后把它异象化 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跟台湾生体研究院做合作 然后把整个永续院警示绝化 那接下来第七点 第二点补充的部分就是像我们提到说像是在增进大众意识部分的话 就像还有爆发像是纪录片就可以比较贴重大这种生活啊 或是还有自救会或透过NGO组织去提高民众意识或工作坊社区跟产业工会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简方我们提出就是我们认为应该由中央来制定一套指引 然后供地方去盘点这些人员弱势的族群在哪里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房子是屋主跟住在房子里的人是不同人 可能是租屋主 但租屋主不能自己决定我要不要菜换这些家电啦 那我们想到一个简方就是由跟企业合作让企业提供产品服务啊 也就是说这些洗衣机或是冰箱其实我们不是跟企业买 我们是跟企业租赁的那企业也会有责任去维护这些家电的效能 那也可以解决这个屋主跟租客 没办法决定这个这个家电要不要留在这个房子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因为租房居住这件事情是跟社区 还有周围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希望学校跟社区发展协会也可以提供利用在这里面 不管是盘点这些路视族群或是跟居民沟通 就是希望可以开放这些节能的家电 以上是我们小组的报告 谢谢